欢迎回到美国GNVO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我是丽雅 在中国政府的强力干预下 中国股市快速地收复失地 股市暴跌引发的市场恐慌情绪也得到抑制 那么中国股市起稳是否表明政府救市成功 国家队动用的救市资金会在什么时候以及何种方式退出 当局为救市而出台的种种非常规矩措 会带来什么后遗症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分别是经济学家 时评人士何清磊女士 何女士从新泽西州通过skype参加节目 另一位是美国托莱多大学经济系教授张欣 张教授在俄亥俄州通过skype参加节目的讨论 那么另外一位仍然是纵览中国杂志的总编程归德先生 欢迎各位 那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 请您拨打40012005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我先想请教这个张欣教授 我们看到就是中国股市目前这个不仅只跌回转 就保出了4000点这样 应该说政府的大力甚至是暴力的救势 看起来发挥的作用 那么用一些分析人士的话说 就是说中国当局的救势战术 虽然笨拙却有效 绝望和果断的那个区别就在于说效果 您觉得我们可以说政府救势是成功的吗 我不觉得是这样 你如果是从表面暂时假象上看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从长期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来说 不是的 它是一种应征止渴 或者是用肠痛来换取最近的短痛 我过去评论过 这是从经济学家自己的角度来讲 我们讲的是比较从国家持续长期经济发展 而不是一些利益集团 或者是情绪 或者是领导人的政治偏好这个方面来看 我们是从中国经济和对大多数中国百姓的长期富裕来讲 你看我举个例子来讲吧 那个股价到底是用什么来决定的 经济上讲的很简单 长期来讲唯一能够决定股价的就是企业的盈利 包括它现在和未来的盈利情况 从去年开始 中国的基本经济面是在恶化的 经济增长力从10%降到7% 实际上按照更可靠的数字 那可能是在5%和6%以下 而股市却在政府的干预和股力下 先是由基金政府坐庄 基金投入 然后央行放送银根 最后散户也跟进了 就一路上从2000点 短短12月上到5200点 那个是2.25倍 但是在这张的时候 它明显就偏离了企业的盈利情况 那根据不同的算法来讲 有最高的说 中国实际的市盈利已经达到了68倍 远远高于一个正常的股市需要的盈利情况 当然中国的报表是不一样的 这个报表里面有很多的猫腻或者这个东西 那是由金融学家他们分析的 我只是说那个做很多的那个严谨的研究 得出来的结果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不管是投资者或者股民 他慢慢看到这个价格不对了 然后就开始做空 做空之后 当然后来就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 从5200点低到户值的3500点 低了33% 低了33%之后 那就造成了股市的危机 实际上按照大部分人的学者的计算 其实中国的户子规律大概是 有些人说是3000到3500点 这是乐观的 大部分人说是2000点 如果去徐晓年他讲了 还就是1000点左右 如果你把那个假账都算进去的话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保险能讲 那个4000点 4500点 那都是已经是太高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看到这个股市下去 他就采取了最近的旧市政策 这个旧市政策是前所未有 我想国际金融市场都没有的 不管是从 对 好的 我想请这个何静年女士来谈一下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毕竟这个股市 中国的股市还是拖住了 对不对 我觉得不是拖住了股市 是拖住了股指 而且这个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有一段时间 只有3%的企业 上市公司参与了交易 全世界哪有这样的股市 中国政策公司呢 是指令拉台 拿几只股票 这样的把它维持在这个 3900到4000点左右 第二呢 就是就算是政府约定的 确定的目标也没达到 当初想拖的股市股指 是4500点 结果4000点 成了一个冲冠的大障碍 每一次到了这里 就开始出现了抛盘压力 所以我不觉得呢 它的旧事呢 是一种明智之局 但是呢 可能是不得不为之局 我同意这个 占星教授刚才用的 嬴争止渴这几个字 而且目前最大的问题是 政府的旧事已经 似曾祈福 府被益上 却能下 为什么能下呢 就政府资金现在 有13000亿在里面 其中除了1280亿的 是21家券商 拿出自己的资本金来的 其他的都是从这个 就是政筋公司 从这个银行系统拿来的 一万多亿 目前在股市上出不来 7月20号 中国改革网 刚发表一条消息 就是说政府资金间测试 在考虑用三种方案 目前还没确定 结果就在上午10点30分 在股市冲高之际 突然来的一个急转弯 掉头向下急跳水 虽然到了这个12点多 中国证监会呢 赶紧发表这个通知 说那个政府资金退市 是谣喘 要大家不要相信 但是呢 一直到这个下午收市的时候 这个股市的股指 还是没有出现早上最高点的那种状况 目前的资金加剧了这个市场的疑虑 我觉得关键就在于 政府资金入了现在无法测 无法测了就是因为没有人接盘 没有人接盘呢 是中国的中小散户 大家都知道 这一次在这个股灾中间呢 是折吉成沙 据说是消灭了60万中产阶级 海外资金呢 现在看到中国政府这样做 充满了疑虑 根本不敢进去 好 陈国德先生 您对这个政府托市的做法 两位经济学家都说的 我想都比较充分了 关键是在于中国的股市 大家都知道过去就叫它是政策市 是和中国的政策 中国政府的政策紧密相关的 大家在揣测 中国政府要采取什么政策 而现在这个情况是越来越政治化 已经使这个政治化 已经中国政府想摆脱 它本来是说 我们要让所谓市场 起支配性的作用 在整个的中国的经济中间 恰恰现在是政治化越来越强 而且完全是不能摆脱了 就骑虎难下 这个是非常准确的说法 就是根本就是 而且我相信 你可以说是有效果了 但是是什么效果 几天的效果 几个星期的效果 还是几个月的效果 还是一年的效果 我想这个真正的效果 会真正体现出来 像这样一种 非常荒谬的一种 政府干预 把很多停牌 或者租此类的 很多很多的 我们刚才何俊阳 与世宁讲了很多 这样的 它一定会表现出来 这种荒谬的政策 政府干预 干预到世界历史上 恐怕从来没有这样过 一定将来会 把这种荒谬的结果 在经济上表现出来 而且这次股市大跌 打破了中国政府的神话 有很多人 包括有些外国专家 说好像中国政府 非常聪明 它会操纵 它会有非常聪明的 可以操纵市场 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结果在这次大跌的时候 非常急的 用了几手 都没有达到目标 所以说也打破了 它这种所谓 它能够操纵市场 这个神话 而且这个神话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或者是几个月以后 或者是一年以后 会更快的 而且非常突出地 显现出来 这个经济上的拖 就是说这个所谓 背着这个政治式的 包裹会越来越大 将来我想 这个恐怕非常难以收拾 你这整个国家的后盾 这个积累的资金 越来越多 都投进去的话 最后是国家破产的问题 而不是说是哪几个大企业 国有企业破产的问题 好 这个张鑫教授 刚才那个陈伟德先生提到 就是说 中国政府这种 史无前例的救世措施 最后一定会体现在经济方面 那您作为经济学校 您认为这种经济方面的体现 会在哪些方面 这有以下几个方面 你可以看到 它拖势呢 实际上是 先要 又要有钱来拖势 刚才 何清廉 女士已经说了 那他用一万三千亿 但是实际上呢 按照彭博社说的呢 是五千亿美金 也就是三万亿 亿亿亿的贷款 拿出来呢 去托市 而中央银行和政府又说呢 上面无限制 就这样的话 我们经济学校都知道 第一 这个钱下去 那你就是要造成通货膨胀 实际上通货膨胀已经开始了 我们第一看到那个四五月 六月份之后 那个租金在各个一线城市 房价飞涨 还有呢 富时平也在上涨 第二呢 人民币的下行压力 继续加大 按照彭博社的计算 单单六月份 中国到第三季度 中国外汇的流入流出 是2000亿美金 也就是说相当于 中国外汇成底的7% 所有这些呢 已经说明金融上呢 已经出现问题 这是一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对收入分配啊 是更恶化了 为什么呢 中国收入分配当中的底层 是要改善的 但是他们没有资产 所以他们在这次 救世当中呢 不但没有利益呢 而且因为物价的上涨 他们的实际生活条件 是恶化了 也就是中国的 那个收入分配恶化了 第三 是把中国的 造成了两个道德风险 一个是 投资者的道德风险 一个是企业的道德风险 企业也就更加没有效率 上市企业 所以这些呢 已经给 经济的基本面造成问题 还不要说 这次政府如此就是 它打击了投资者的信誉 甚至有什么 叫恶意做空 恶意是一个主观的 没有定义的一种术语 什么叫做恶意做空 投资者或者是投机者 他本身就是要做空 他就赚钱嘛 无所谓恶意不恶意 他就是要赚钱嘛 所以这样呢 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 人民币国际化 我们的金融改革等等 都在造成长久的伤痛 好的 对不起 那何清莲女士 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 中国政府救世之后呢 有报道 就是提到 就很多境外的基金 开始撤出中国这个股市 一些国际资本 也开始撤出了中国 您可不可以谈一下 这方面的情况 我觉得资本撤出 跟这个股市 并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 这个境外资金 本来在股市上 就只有不到百分之四 最重要的影响 还不在这方面 是三方面 第一呢 就是这个 对这个中国A股 被拿入这个新兴市场指数 将造成影响 原来呢 就是这个民胜指数管理公司 说了今年不拿入 但是说今后 总是要拿入的 那么现在呢 人家已经改编说法了 说的是 至少要到2017年才考虑 那么这两年 就是A股呢 就别想有太多的 新兴市场资金流入 这是第一 第二点呢 我觉得对中国影响很大 当初呢 2001年加入这个世贸的时候 定了一个145年 市场经济观察器 就是中国作为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 那么就是明年呢 就到期 到期就是给不给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这个简单重要 简单重要在哪里呢 就是关键就是这个贸易方面 贸易方面呢 就是这个给不给 就是对这个国家的商品 是不是恶意倾销 就是采不采用同一标准 中国现在呢 就是对他国呢 是不是造成恶意倾销 经常是用这个 开始是用新加坡 后来是用印度来比较 这个价格啊 那么中国的价格当然都便宜多了 这样一来呢 就很容易在这个 贸易纠纷中的裁定式 恶意倾销 对中国很不利 现在中国这个股市这样一完 大家就觉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太大 明显的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 这一点很重要 第三点呢 就是对于这个人民币国际化 可能呢 这条路呢 应该说拉得更长 这一点呢 应该说是中国政府呢 在考虑这个股市拉抬的时候 没有考虑这三个大的影响 好 郑国德先生你讲 本来是说今年就要开始 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关于人民币的特别提款权 交入特别提款权 本来要考虑的 当然今年成本成还不知道 这一下我觉得是绝对不可能成了 就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当然还不算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刚才何秀先生讲的那个 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一直大家都在争 主要的国家都还没有承认 但是有个别的国家承认了 本来中国是希望能够在 这近七年如果是搞得比较好的话 如果是所谓的市中全会 那个市场经济起决定作用等等等等 是希望能够逐渐地走到这一步 现在看来确实越来越遥远了 这是对中国经济的非常严重的打击 好的 张鑫教授 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股市危机爆发之后 国际社会就是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会是否继续进行这个市场化的改革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刚才何秀先生提到 就是这个旧市的局势是不得之取 就是不得以而为之的一个举动 政治考虑大于经济考虑 它是不是会继续采取这个 继续进行这个经济改革呢 我想党内和政府内都有很大的争论 我注意到一些经济学家 他们的讲法 也就是政府内部的经济官员 他们的表述和那个 以习近平主席 他作为的那个领导小组的表述就不一样 举个例子来讲 在这次旧市当中 财政部的做法就比较保守 他要算钱 他知道没有这么多钱 所以财政部呢 他就只是说了 我不减持 如果你要叫我买国有的股票 要看到他这个股票 确实是价格到底的时候 我们才进行进入 那么周小川是一个经济学家 还应该懂 但是最近的货币政策呢 是频频失误 银根放了太松 而且不管你 这个到底是由于上面的压力 还是他自己的想法 这我们只能在这里做猜测了 那么我想 大部分的经济学家 学界和那个政府管理的官员 都是对现在的经济政策忧心种种 对中国的经济基本面相当的不看好 这样 好的 非常感谢这个张鑫教授的一个分析 那么由时间关系 完这个话题的讨论就到此结束 感谢托莱多大学经济系的张鑫教授 经济学家 时评人士 何清莲女士 以及纵览中国杂志总编 陈奎德先生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 VO卫视 实时大家谈的全部内容